好那我们开始上课 那这门课呢我们叫做计算机结构 那一般来讲计算机结构这门课我们上的是硬体 也就是告诉各位呢 怎么样子电脑硬体的原理 那通常这门课会是一门理论课 原因是因为就是这门课如果要上实作 传统上会很难很困难 那所以呢有太多的书都只讲理论 然后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这学期呢不打算这样做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门课变成一门很实物的课 那但是这样子的教法难度就会很高 原因是代表说你要实物你要怎么实作 我们要设计电脑硬体 那我们要设计电脑硬体的时候 这里的门槛就会相对的高很多 那我这门课的企图心会比只设计电脑硬体更大一点 我会希望说我们不只设计电脑硬体 我们还设计电脑软体 所以我把这本书叫做计算机软硬体结构 从软体到硬体 那下面的步驻是开放电脑计划 那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一台电脑 应该不是这样讲 应该说让各位自己真正动手 设计一台电脑出来 而且从最硬体的CPU 记忆体输出界面 一直做到软体的认体 应该说认体的驱动程式 然后主翼器 主翼器已经到系统程式了 然后再来虚拟机编译器作业系统 但是要完成这么大的架构 我们这绝期其实可能会有一些部分 讲的不够 特别是作业系统的部分 作业系统是一个相对又是困难 又大很多的主题 所以像作业系统的书的封面 通常都是恐龙 那个恐龙代表的意义就是它很大 又大又难搞 所以在这个领域我们如果企图讲这么大 其实会 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讲得很好 但是我们希望说朝这个方向走 好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说 既然要讲这么大的话 我们还是必须要尽量的尽可能的把它简化 那这两年我其实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把电脑简化 简化到什么程度呢 简化到 基本上我一门课 可以上完大家可以听懂的程度 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都采取最简原则 那什么是最简原则呢 英文有一个叫KISS的缩写 KISS K-I-S-S 那KISS它是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的简称 那意思是说我们尽量保持简单 而且愚蠢 不要愚蠢 就是你不要耍太多花招 不要搞很多技巧 所有的程式都大都是大家一目了然 一眼就看得懂 我不要去追求速度 甚至不要追求任何实用性 那这一点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以往计算机结构这门课呢 通常就是一开始就告诉你速度很重要 设计电脑硬体就是要快 你如果不快就卖不出去就没有市场 所以呢 在我大学研究所甚至博士班 在上计算机结构这门课的时候 老师从来没有教你设计 他只告诉你 有了一颗CPU 然后呢你要让他快 所以你要加第一层快取 第一层快取不够 你要加第二层快取 第二层快取不够 你再加虚拟记忆体 虚拟记忆体还不够 那你再想办法加GPU GPU就是绘图处理器 浮点运算器 一路加上去 反正就是要快 但是我觉得 学了我大概学了两次的计算机结构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一直不想学这门课 那到了研究所博士班是被迫的不得已 因为因为必修而且要考 所以就只好学 但是你还看到我硕士班学了一次 博士班又学了一次 我两次考试也都有过 而且我们资格考也考这个 但是我到底学到了什么 我得告诉各位 我其实对计算机结构那时候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只知道老师一直叫我们加快取 然后呢就算一大堆数学公式 这些数学公式OK 它或许有某种实体意义 但是我只会算那些数学公式 我不会设计一台电脑 所以今天这门课呢 我们要反过来 我要教各位怎么设计一台电脑 但是我不要管那些数学公式 因为再讲那些数学公式 那时间肯定不够OK 所以我们把数学通通丢掉 全部用直觉 我们想设计的是一台全世界最慢的电脑 而不是最快 我们反过来做 那各位看我做事 有时候往往会有点 有点怎么讲 反骨的倾向 就是人家说叫你往东 然后呢你就往西 人家叫你往南你就往北 OK 有时候我发现我好像是这样 那那这种个性有很多坏处 各位不要学 那但是呢 偶尔也会有一点好处 好处是什么呢 我记得好久以前我还教过经济学 那根据经济学的原理 大家都会追逐那些获利高的 然后就是看起来有前途的 一窝蜂的 那问题是当一个领域 某个地方挖到金矿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往那边挤 基本上到最后大家其实都挖不到多少东西 同样的 在你寻找你的职业方向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适用 你看到一个东西很热门 那现在很重要 大家都需要进去学 比如说云端 那我告诉各位 最好不要进去 为什么 过热 那过热了 大家都在台云端 台云端的时候 其实那个领域 第一个挤的人太多 第二个 有些人其实根本就不懂云端 但是还硬教云端的很多课 或者是号称云端大师 事实上台湾能够做这个的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所以有一些东西 我们不去追求流行 希望各位能够把真正的基础打好 什么是真正的基础 那以我而言 我不是属于那种都喜欢讲理论型的 所以我不喜欢说 所谓的基础就是你会算 你知道原理 我希望说所谓的基础是你真正做过一遍 我自己设计一台电脑 从最下面到最上面 我自己设计一台 不管这台电脑有多烂 我设计出来了 好 我觉得一旦你能够这样做 你就开始真正入门 你就了解了 你最后你要再去加速 要再加快取要再加虚拟记忆体都可以做得到 而不是一开始就就是告诉你 OK电脑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架构 接下来我们要让他快 所以加快取加虚拟记忆体 然后呢 不够快 所以我们加Pipeline 精简指令级汇流牌 加速做双汇流牌 然后做Pipeline Pipeline是什么呢 就是管线 这是一个让电脑可以加速的一个技术 那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在这堂课的后面 我们会来补充 我们也不会完全放掉速度的议题 我会让各位知道 速度的议题目前至少 大家是怎么做的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在速度的议题上面 再教各位再实做一遍那些速度的议题 因为那个东西会变得太困难 它就不符合我们的KISS原则 OK 所以我们这门课的教法可能会像这样 那所以我现在呢 一边上课就一边写这本书 那原则上我现在几乎每一门课都是这样 只要我还没教过的 我一边上课就一边写一本书 如果有教过的 我就用我上次写的书 OK 那所以像各位可以看到 譬如说像微积分啊 计算语言学啊 C-sharp 四双程式设计啊 然后 至少有四门课哦 我现在已经写了书了 那 哦 应该五门啊 包含紫本的那个系统程式 那另外呢 其实现在还有四本在写 那不过这学期主要就放在两本上面 一本就是这个计算机软引体结构 那另外一本呢 啊 就是 我想想看啊 另外一本是什么 另外一本是几率统计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些 这些内容呢 我陆续会补上去 目前我应该已经写到第四章了 而第四章也写的差不多了 所以各位如果进度 你想提前看的话 你可以 啊 看到第四章哦 那第五章以后呢 我都陆续还会再补 那 第六章后面基本上都还没写 所以你就跟着看 那其实有很多参考资源 特别是相维基百科 那我会建议各位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 那另外有一些参考书籍 那也可以看一看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来看第一章 好 那这本书呢 原则上 啊 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用网页的版本来上 但是呢 最后他会出成 啊 EPUB的电子书 包含PDF的电子书 好 所以你可以下载回去看哦 但是可能其中的话 先看网页的版本 好 因为还没完成之前 我不想把它弄成电子书 好 好 那 我们希望其实这门课 呃 会有一个主轴 就是开放电脑计划 啊 抱歉 这样子 可能太小 来 我们把它放大 好 又太大 好 这样应该够了 好 那我们的主轴其实是开放电脑计划 也就是说我希望自己设计一台电脑 然后告诉各位怎么设计 然后请大家设计一台电脑 好 那至少这学期我会希望各位至少要设计一颗CPU 其他的系统程式上面都有 但是CPU是系统程式没有 所以我会希望说各位至少要设计一颗CPU 那怎么设计呢 用Vlog Vlog Vlog这个语言是设计电脑硬体的一个专用语言 那跟VHDL是设计电脑硬体数位硬体的两大语言 那事实上设计硬体的语言 虽然以数位部分以这两个为主 但是类比其实还有另外的 比如说像Spice就是属于类比 专用的一种模拟语言 那所以现在其实你会发现说 很多领域其实都是用程式在写的 你可以写程式来设计硬体 那所以我们这一门课里面会以开放电脑计划为主轴 然后再去额外说明一些理论 所以你如果是一般的职工CPU 通常会上过这些课 那这些课都是比较硬的课 计算机结构 编译器 作业系统 系统程式 组合语言 那各位到目前为止应该上过系统程式 对不对 作业系统上过了没 这学期正在上 这学期正在上 那我们今天上的是这门课 计算机结构 那组合语言基本上我们没有开了 可是我系统程式有上 只是我上的也是都是简化版 并没有说叫各位真的去写X86的组合语言 那为什么这么做跟跟计算机结构的手法是一样 因为我希望用KISS原则 让事情变得最简单 好 所以这些课程其实都是在告诉你怎么设计出一台电脑 那你可以看到系统程式其实有点是概论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别的地方没有的就是阻液器和虚拟机 OK 那 呃 作为系统基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编语器也是独立的东西 那 呃 计算机结构就是硬体的部分 那组合语言其实就是韧体 所以如果你把电脑的东西把它分成 分成好几层的话 你会发现你学的课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都可以归类 比如说到底是硬体课 还是韧体课 还是软体课 还是网路课 或者是多媒体课 好 大概你现在我们资工系领域的课 可以分成这几类 当然另外还有一类是数学课 数学课 那另外可能有一些跟资工无关的就通识课了 那你的所有课程大概可以这样区分 你大概这样区分之后会漏掉的课已经非常少 已经非常少 大部分的课都可以归到这种划分方式里面 好 所以如果你出去问哦 你找100个写程式的人 你问他 你会不会设计电脑 大部分都会跟你说 不可能啦 不要做梦 但是 现在是有可能的 只是我们一直 有一个刻板的观念 传统上就觉得说 这不可能不可能 最后就不可能 其实 你现在的环境是真的很可能 因为你真的要自己设计是可以的 行得通的 那所以这几年我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做 当然你就会发现说 譬如说我在做的时候 会有很多困难 这方面的资讯照理讲应该要很多 可是呢 你真的找起来你就发现 还真的是很少 尤其是这种系统层的东西真的是 你找得到的资料 要么都很复杂 很庞大 很不容易入门 那不然的话 真的要找简单的 要么又太过简单 简单到 让你觉得它跟现行的技术毫无关系 那这里就会有一些权衡 那我希望说呢 我们这门课上课的时候 虽然是尽量用简单的 但是我不希望它跟现有的技术是脱节的 所以我不会自己设计一个奇怪的语言 然后呢 用这个语言来教各位 我倒是希望说用主流的一些语言来教各位设计 比如说我们用Vlog 这是非常主流的一个硬体设计语言来教各位设计 另外呢我还希望说比如说我们用C和JavaScript 这种非常主流的语言来设计 比如说韧体和软体的部分 OK 那组合语言呢 我就没有办法挑主流了 因为我们为了要简化 所有的主流组合语言 几乎都很复杂 除了一个以外叫MIPS MIPS相对简单 但是比起 比起CPU0而言呢 它还是复杂的 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考虑16进位 这种表现的问题 还有它还是有做不少的速度的 最优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会用CPU0来做 所以通常你要设计一个作业系统 你就得花10年 各位知道Linux的设计者是Tobos Tobos设计Linux到现在几年了 1991年 1990年左右开始写Linux 现在2013年 所以它已经在Linux上面花了23年的时间 做这件事了 它还持续一直在改版 所以光是一个作业系统 我说花10年的功夫 其实只是一个 还不算太先进的东西 但是 你如果还要自己设计CPU 会流排主义器 变异器作业系统 那会很复杂 所以像即使是Linux 它的CPU 会流排主义器也不是自己设计的 变异器也不是它设计的 变异器是谁设计的 是Gnu的GCC 主义器也是Gnu的GAS 那CPU呢 它是跨平台 它可以在X86上面 它也有人移植到AM上面 也有人移植到MIPS上面 所以 这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所着重的重点 就是完全在作为系统 那大部分的人其实在 在写程式到一个阶段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我想要来挑战一些东西 但是呢 最后大家都放弃 放弃的原因就是 因为 现实太复杂 现实太复杂 我们没有办法花一辈子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那我有个好处就是 我在学校 我不用担心 下一顿饭在哪里 所以 这也是我故意走的一条路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人都为了要讨生活 他没有办法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们在学校 我们不用讨生活 我只要给各位好好上课就好 所以 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呢 其实大部分的老师 其实最后还是去追逐 另外 比如说学校给的指标 那学校希望你做的事 那刚好呢 一个比较反骨的人 对这件事情 学校说要那样做 我就刚好会相反 所以 我觉得 刚好走在一个 走在一个 没有人的领域 这个领域是真空的 当然 这个世界很大 还是有人跟你做类似的事情 但是 很少 很少 即使是美国 也很少 那我们有看到一个叫Name to Tetris的专案 是MIT的教授做的 但是我看完他的东西之后 我发现说 我做的东西跟他的手法 是差异很大的 因为他们有一整个team 他们一个教授下面有好多个专业的助理啊 博士后啊之类的 所以他最后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他有很多是分工调 然后请他帮他做出一个特殊的语言 再用那个语言来做 做他的 这些东西 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达到 就像我刚刚讲 既用主流语言 又 又做出这些东西 所以这里是一个区隔 如果你有兴趣 其实Name to Tetris 这个计划也非常值得看 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是Name to Tetris 他还出了一本书 那Name to Tetri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Name的就是 互刺或杂 Name是反击杂 反击杂 Name 那各位知道反击杂是一种全能性的杂 什么叫全能性的杂 就是只要用反击杂 你就可以设计出所有的数位电路 只要用这一种杂就够了 因为反击杂本身就有Nate的功能 又有And的功能 所以他只要用Name的 其实就可以做出所有的数位电路 这是为什么他叫Name to Tetris 那Tutris是什么呢 Tutris就是那种俄罗斯方块打砖块的游戏 那种专块游戏 OK 那他的意思就是 他这一个 这一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你从一个反击杂开始 一路做做做做做到做出一个方块游戏 中间的所有东西通通都自己来 这是他这个计划的目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位教授 其实他花了很多时间 那也是非常在在MIT上课的教授 都是大有来头 那绝对比我大有来头多了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去比较这种事情 但是呢 他的东西真的也很好 所以蛮建议各位可以上他的课程 这个Syllabus就是课程规定 那Course这边就是他真正的投影片 和他的书 那很可惜的是他其实有出一本书 这本书他在网路上只开放到第六章 可能是出版社的关系 还是要求他不能全部开放 因为他还是有委托出版社出版 所以到第七章之后这本书就没有电子版 在网路上 当然你努力找你是可以找到某些 比如说大陆的网站有提供这样的版本 但是 其实他有出词本 而且还有翻译成简体中文 所以如果你买到 可以买得到这本的简体中文 那是蛮不错的 其实我一直想买我一直没有去买 不过他这里有Lecture Lecture这里有很多的投影片 其实你光是看Lecture也可能够 FromName to Tetris Tetris俄罗斯方块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投影片其实也算蛮详细 那他用的一个语言比较特殊是叫Jack Jack基本上是模仿Java的一种语言 那另外他还用了一个自己设计的那个硬体描述语言 那这是比较特殊的手法 他所做的事情 基本上跟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类似 非常非常类似 目标是一致的 目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手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是Name to Tetris 非常建议各位可以去看 那我顺便呢就直接把这个网址贴上去 给各位好 那去给各位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 Name to Tetris 好 来 那我们还是回来这里 好所以呢 我们希望设计出一台全世界最清楚 简单 容易理解的电脑 那2007年我写了系统程式这本书 然后就一直想做这件事 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写了不少C的Code 那除了CPU 没有 其实CPU也算有 因为我们写了虚拟机 虚拟机代表的就是那颗CPU 只是你用C写大概就只能写到这里 你没有办法烧成硬体 但是你用Vlog写就可以烧成硬体 这是它跟C不一样的地方 但事实上还是有一种语言 不完全是C 但是是模仿C的 可以设计硬体的 而且它比Vlog还要高阶 那种语言叫做System C System C可以用来设计可以烧到FPGA 或者是设计出硬体电路的那种高阶语言 但是呢 System C比起Vlog而言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不算是主流 所以还是用Vlog可能会比较符合主流一点 好 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本来我用C写 后来我发现说 如果我用JavaScript 然后用Note.js来写 我写完主义器之后 我发现本来300多行的东西 剩下100行 所以后来我决定 那加一个JavaScript的版本 因为它非常符合我们的Kiss原则 那虽然JavaScript不是属于 这种迁入式开发的主流 但是呢 其实JavaScript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语言 那它是属于在Web上面的主流 但是不是迁入式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迁入式跟Web合在一起 那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事情 那真的有人在做 真的有人在做 有网路上有朋友 其实也是很奇特的朋友 他们在做 把JavaScript放到迁入式上面 做成一个平台给人家用 那 这种人通常都是很奇葩 那那一位 那一位 网友 很年轻 大概比各位大没几岁 可能只有二十五六岁 那 它很奇特 它在 它是 就是 我印象中好像是 淡江还是哪一所 我忘记了 然后的 资工系学生 然后呢 一样 就 就跟很多 这领域的奇人都是一样 那 它呢 不知道到大二还大三 我忘记了 然后它就 有一次在参加那个 CostCub CostCub就是 台湾有三大开放原始码研讨会 那 CostCub是其中 应该算最大的一个 那其实都很大啦 只是说 CostCub是 是很多开放原始码的人 会 会 比较投入去参加的 因为它没有特殊的 特殊的领域的 标记就是开放原始码 那 那一位 网友呢 他是在 CostCub 的 某一年的 演讲上面 他当场呢 撕掉他的毕业证 撕掉他的学籍 然后呢 宣布 他要退学 OK 然后就去开公司了 那这种人真的 很 很奇葩 那 OK 那这 这就是 就是 怎么讲 就是說 Java Security 其实是 有人把它用在 嵌入式系统上面 而且 像那个 资讯领域 城市领域的传奇人物 Fabris Bazaar 这个人 是一个法国的 城市设计师 那 Fabris Bazaar呢 他 曾经写过一个城市 就是用 JavaScript 把 Linux作业系统 给 跑起来 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代表说 你可以开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里面呢 执行了一个Linux 神奇喔 神奇 好 那 这个大概也只有 Bazaar能做得到 一般人真的很困难 Fabris Bazaar是 是 大概在城市领域只有 Tobas 可以跟他 Tobas 两大奇材 那 Tobas除了设计Linux之外 他还设计了Git Git 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管理系统 那 前几天 那个 那个 许兆毅 才在问我 说 为什么 学校都没有教过Git 我说 其实我有讲 而且我在城市人杂志 还有写 但是 我觉得 大家好像 对这个主题也还没有 还没有什么兴趣喔 而且 就是 就是 我的课 这几年 刚好没有开到这个 所以 所以就没有 没有教各位Git Git真的很重要 尤其 现在的GitHub 非常非常重要 那 GitHub 跟Git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其实Git的 这个分散式的版本管理系统 就是Tobas所设计出来的 那我们刚刚讲Fabriks Bazza它设计出了什么呢 它设计出了一个叫QEMU QEMU是开放原始码里面最常被使用到的虚拟机 它是跨平台的而且速度还蛮快 所以如果你今天写Android的手机程式 你在跑那个Android的模拟器的时候 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QEMU存在 不是Google写的 是Fabriks Bazza写 OK 当然Google后面把它整合包装的变好用好看一点 但是背后其实是有一个Fabriks的作品 那另外还有像Fabriks它自己写出了 写出了一个叫TCC的编译器TinyCC 那另外它还写了TinyGL 就对应到OpenGL 它还曾经做过一些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解拍 把拍的精确度放到多大呢 放到要一整颗的硬碟 才可以刚好放下去的那个程度 那甚至它也最近的一个作品是 把整个LTE基地台一个人就把它做出来 LTE基地台 这些都是城市领域的传奇人物 那这是我们开放电脑计划的一个架构 我是不是把它放得有点太大了 这样看不到这张图 哇还是这么大所以跟图无关 哦不对更大 这样子差不多还要再小一点 哇还要再更小 好这样子OK了 整个开放电脑计划的架构图大概像这样 目前呢有个处理器是CPU0 但是CPU0我写了很多版本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所以我们会用最简单的只有三个指令开始 然后一路加 加到十个指令再加到全部的指令 那其实当你会写三个指令之后 要加到全部就不困难 那所以CPU0然后呢挂一些简单的输出路 比如说键盘萤幕滑鼠 但是这些大概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展示给各位看 或者是要求各位写 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做出来就好 可是我希望你不是做这颗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设计一颗全新的 属于自己独创的CPU OK 这是各位的期末作业 现在就可以开始做 好 那怎么做呢 请你用Vlog 如果你要VHD了OK 或其他的你可以跟我讲 然后呢我习惯用iColars这个工具 然后呢最后真的要上FBGA的时候 目前我有一个板子叫Aterra Quotes 2 但是这一个板子有点旧了 然后而且我们学校没有买专业版的软体 所以只能用免费的 那个免费的编译超级超级无敌慢 编译CPU0三个指令的就得花了二十几分钟 那所以我就根本就不敢编译全指令级的 因为我怕一放下去明天都还出不来 那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只测过三个指令的版本 在真正的FBGA上面 那如果你买专业版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叫做Incremental Combination的东西 那就是渐进编译 那这样你上次编译过的下次会记住 就不会每次都要重来 就比较快 可惜我们没有买 那不过最近有一个厂商 那个厂商呢 是台湾厂商 特别大老远的飞到金门来找我 然后他说 你在设计CPU 我希望你可以用一下我们的板子 看看能不能 让我们有些收获这样 所以他就拿了一块板子来给我 借我 不算给我 然后呢 就说 看我如果用的结果怎么样 跟他们讲 那 所以或许我会试试看 那一块的板子比这个还新 它也是Atera的相容的板子 那里面的晶片也是Atera的 里面 FPGA那一块也是Atera 但是其他部分是他们自己兜的 那Atera的那一块FPGA 它是在 它是属于比较先进的 比我原本这一块新两代的制程 不是DE270 已经是在新两代的制程 所以应该会比较快 那 软理层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有虚拟机 作业系统 那我们这个 所有的 所有的 软体 硬体 通通后面加个0 代表说 我们希望它是 最原始 最简单的 好 那大概 各位 这学期会看到这些 但是重点 重点是在硬体层 软体层呢 是附加的 只是让各位知道 从硬体到软体怎么做 好 那所以呢 哇 我讲太慢了 没关系 所以呢 除了 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没做到 比如说 程式码不够精简 其实尽量精简 但是错误回报功能太差之类的 那没有是做真正的CPU的晶片 那个是我做不到的 因为除非你给我5亿 不然我是做不到 那 5亿可能也做不到 CPU往往一开就是几十亿 三百亿 这是我绝对做不到的 那 大概这样 我们这堂课先看到这里 那下一堂课 我们再继续来看硬体设计的部分 好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谢谢 謝謝